每次上課的話,第一件事也許你就搜尋一下吳老師的關鍵字好了,比較好找,或者吳老師教學部落格也可以,那裡面的話呢,就記得就是先簽到,反正每次上課來,你就先簽到,那當然呢,如果你越早簽到,表示你越早到,那如果你越前面的話,我會印象分數會比較好一些些,就然後就把你今天要學什麼,比如說你今天要學這個,E-Sale VBA,然後就上課簽到, 然後就提交就可以了,第一個,第二個的話呢,當然如果你平常,如果對於學習其他都有興趣,像現在Python很夯嘛,如果你對Python有興趣的話,也許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,或者其他的相關的教學,這邊也蠻多的,那第二個就是說,去那個雲端上面,去下載那個範例檔案,然後把它解壓說之後,就是找到那個101開頭的,那那個網址跟上學期一樣,Excel Excel to VBA,OK,反正以後都這個網址,好像蠻好記得,然後再來的話,下載這個範例檔,那將來當然除了講義裡面有一些說明,雲端白板也有對應的答案,所以將來如果你要參考的話,也可以到雲端白板稍微看一下有沒有對應的答案,那接下來的話,就是把範例檔解壓說之後, 然後開啟那個101這一個,因為這個資料裡面,那原來原來有有什麼,有這個一些提示,那你把這個提示拿掉,我們主要是什麼,希望把中文的部分,提取到B欄,那他當然有些規則啦,比如說剛好這個地方,你會發現,中文剛好呢,他都會放在什麼呢,開頭的位置, 所以其實如果放開頭位置的話,那我只要知道什麼,知道這個儲存格裡面到底有幾個中文字,那我就用laps函數,laps就從左邊算過來,那我取這個,看他有幾個中文字,那我就把他有幾個中文字的結果,放到這個B欄裡面去,這樣子的話呢,就得到我要的結果了, 這個是思考的邏輯方向,那可是問題來了,第一個問題說,那我怎麼知道說呢,這裡面到底有幾個中文字,中文字,那首先當然你要知道一個特性喔,就是在那個ecell裡面,出身格喔,如果他的那個什麼呢,資料假設是英文或數字的話,他是占一個by者,一個by者喔,OK,那個by者,我想各位應該以前學的, 結果那個計算機,有沒有,by者,一個by者,如果這個中文字的話呢,他是占兩個by者,所以呢這邊喔,差別是一個by者,是那個英文字跟數字,是一個by者,中文字的話是兩個by者,OK,兩個by者,那不過有一種例外,什麼例外呢,如果你的這個英文字喔,或者是數字喔,假如說是全形的,那什麼叫全形喔,有沒有,全形的喔, 全形跟半形,各位應該知道吧,以前這個計算機應該有提到,像你會發現喔,在那個,有沒有,在這個儲存格裡面,你會發現這個a,這個a,為什麼這麼大,因為他是全形的,那這個全形半形輸入的時候,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啊,如果你輸入一般,當然你輸入a的話,應該這樣子喔,是半形字有沒有,這個是全形, 那怎麼樣輸入全形字喔,不知道各位有沒有,以前就是shift加,好像shift鍵按空白鍵嘛,shift加空白的話,那這個時候呢,就變成全形的狀態,說按一個a,shift加,或者你這邊有沒有,可以把它改一下,全形半形,可以把這個改成全形半形喔,然後再去做輸入啦,OK,那這個,因為這個輸入法,他沒辦法彈出來,沒辦法看到,所以理論上喔,你就是可以 透過輸入的方式,可以是全形半形,那如果全形字是兩個byte,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,那我怎麼知道說呢,這個儲存格到底有幾個中文字,那首先的話,插入函數裡面,我們可以先找到那個,函數裡面有文字類的,文字類裡面你會發現喔,這邊有一個叫len有沒有,len上學期有用過,還記得吧,len是做什麼呢,就是算那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的, 那你會發現喔,len底下有個叫什麼,lenb,有沒有,那len不是已經有算字數的,為什麼它有一個lenb呢,那你會發現喔,它底下有個說明,其實簡單說起來,lenb就是算幾個byte 也就len的話喔,假設你這樣算過來,資料庫有沒有,ss這邊有幾個字啊,六個九個,九個再加13個字對不對,如果你用len喔,你會發現喔,假設你給它這一串,它告訴你說13個字,可是如果你今天在旁邊再插入另外的函數,就lenb的話,它是算幾個byte,所以你會發現喔,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,再給它一樣的東西喔,那你用lenb, 他回來的話就幫你算幾個byte,22個byte,為什麼是22個byte,因為喔,你會發現喔,資料庫跟ACCESS,這些呢,都算兩個byte,這兩個byte,再加4個byte,其實喔,等於是喔,等於原來是,9個,這個9個字吧,9個乘以2嘛,18個,18個再加4個, 啊不就是22個,應該懂得邏輯吧,但問題來了,那醫師就說,目前我已經知道喔,這裡面呢,應該有什麼呢,中文跟全形的英文,可是問題來了,我現在只要中文啊,那我不要什麼呢,我不要英文部分,可是如果你現在喔,去取這個,你會發現,它會連那個英文也一起把它取得啦,所以我們需要怎麼辦, 第一個,你如果要算,應該這個地方應該要扣掉ACCESS,這幾個字嘛,所以喔,有沒有什麼方式,在Esser裡面有什麼方式,可不可以把全形字變半形字就好了,全形改半形喔,OK,也就資料庫,這幾個中文字不變,這個SS呢,把它變成半形,那如果變半形再來算的話,那就會扣掉,有沒有,這6個字了,6個byte了,OK,這要怎麼做,首先, 旁邊你可以點一下,插入函數的部分,你可以看到喔,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儲存格裡面,只要有全形字,全部幫我改成半形字的話,需要用哪個函數呢,其實喔,就是全形改半形,那類別的話一樣在文字,那各位可以看到喔,其實呢,答案就在第幾個呢,其實就在第1個,有沒有發現喔,他就告訴你說,這個功能做什麼用啊,喔,就是將 全形 字緣 轉換為半形,不就是我們要的嗎,喔,所以其實如果你用這個字按確定 然後呢,把這個給他 你會發現喔 你丟了這個資料給他之後 有沒有,這邊看到是,你丟這個資料,那他給你什麼結果呢,有沒有發現 欸,底下的部分喔,這個字有沒有,他比較寬對不對喔,底下的話呢,就變比較窄,意思是說呢,他就幫你把它轉換成,也就是 不過他只會針對什麼呢,針對那個 英文或數字是全形的,幫你轉成半,如果中文字就不影響就對了,OK,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那所以喔,如果說我們換個角度,假如說我1,先把它轉成什麼,轉成半形之後 2,再利用LENB,所以我LENB這個地方把它改,我不要用這邊,我用這邊 有沒有,打個勾看一下 欸,變16個 那再來的話,那我怎麼知道,到底是有幾個中文字啊,那很簡單嘛,怎麼樣,把LENB有沒有 有沒有 的結果,減掉LEN的結果 欸,有沒有,算敗著 有沒有,那一減的話三個 那三個的話呢,我在利用什麼呢,利用那個LENB,抓前三個字,那就得到結果了 應該懂我的邏輯吧,那只是問題喔,我應該要怎麼樣把剛剛 ASC,然後再配LENB,LEN,那最後LENB,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總共四個函數,哇,有點複雜 那請各位先思考一下啦,最後怎麼做呢,待會再來看喔 所以剛剛會用到幾個函數喔,插入函數喔,我這邊,重點提示一下,1 你可以用這個轉半形的,2 你可以用什麼,LEN在這裡,LEN LENB,最後用LENB 4個函數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,畫面先還給各位,試一下 叫閃電砌 3個3個1個1個3個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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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9zz nieu潤4個1個1個2個1個1個1隻